好,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针对这个位置 我想画同期比较 一,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同期比较最好的图 就是什么 折线图 比较图嘛 如果是放四条线 因为四有黏,我就放四条线 这样的话方便我们来去做说明 好,接下来第二是折线图 第三,我这个X轴是月 你知道同期,所谓同期 以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其实同期比较 还有特殊节日比较 还有环比 环比就是你假设现在 现在是第四季 第四季 跟第三季来比 这叫环比 可是我现在教你的是同期比较 是指2018年跟2017年来比 好,所以第三 我要选择订单 我要选择订单日期 而且 而且这个 这个要选两次 就是往下 往下 它就变月了 接下来 销售额 销售额 打勾 它就自动放到直这边 可以吗 可是现在这个点 虽然它是1月 可是它是把4个月 它是把4个月都放在这里面 4个1月 2015年1月 加2016年1月 加2017年1月 加2018年1月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要把它拆开 变成4条线 因为有4年 所以变成4条线 所以最后一个动作 我要做 动这个图例 请把订单日期 最后一个动作 拖曳到图例 然后 然后把这个图例 改成日期阶层 每次我都遇过同学 就最后一个动作 不会做 改成日期阶层 你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看到4条线 可以吗